随着中国农历腊月的到来,安徽省影上线巴黎河渔场也迎来了捕鱼的最佳世界。 1月6日,第二届巴黎河东部文化旅游节在影上线拉开帷幕。 尽管天气寒冷,但仍有不少市民为了目睹东部开往的热闹场面,成群接队地来到巴黎河渔场。 我是从无锡过来赶文化旅游节的,东部旅游节的。 我今天看到那么大的鱼,真是第一次看战,这么大第一次看劫,心里非常的激动的好像。 我专门是从外地来参加这个东部节的,然后就是感觉这个节日过得很热闹。 据介绍,早在一个月以前,渔民们就开始驱逐鱼群,把3.7万亩水域的鱼群聚拢到码头附近100多亩的围网区域。 记者在现场看见,为了保护巴黎河渔场的生态平衡,渔民们在快到岸边的泉水区开始捕捞,把大鱼抓上来,把小鱼放回去,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。 我们这个鱼场就是上百年的传统习惯,就是抓大留小,就是保持鱼在忽略到自然生长,保持这种生态平衡。 巴黎河是安徽湾西北重要的商品鱼、鱼种生产基地,被原中国农业部评为全国休闲鱼业示范基地,是湾北地区首个获有机食品认证的鱼场。 当第一网鱼出水以后,代表着福运吉祥的头鱼,在营上县公证处工作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拍卖。 最终,重达66斤的头鱼以88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落垂成交。 88,3,2,1。 据了解,营上县巴黎河鱼场主要产出青鱼、草鱼、鲾鱼、雍鱼、四大家鱼和多个品种的野生有机鱼。 一般捕捞以后,就被江浙户的客商运往外地销售。 今年预计总产量将超过200万斤。 此次东部首日的拍卖仪式上,共拍得的300亿万元人民币,将全部用于当地脱贫攻坚,帮扶救助工作。 去年,巴黎河镇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东部文化旅游街,取得了良好的赛费效益和经济效益。 下一步,我们将神瓦、东部文化旅游街的敌业与乡城旅游、全域旅游、文化旅游邮集的结合起来, 打造巴黎河渔想特色小镇,做大做强,东部文化旅游街。 从今年的农历腊月初二开始,巴黎河渔场每天都有十多万斤鲜鱼被捕捞上来,销往全国各地,会一直持续到农历春节。 今年,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们来巴黎河参与东部活动,当地还拿出三万斤鲜鱼在现场供市民选购。